大家好,我叫杨丽 我今年27岁,然后来自河北,然后我单身 谢谢你们对我的鼓励 单身没什么,就平时你觉得没什么很自由 你就是想干嘛干嘛,干嘛也没人管 死了也没人知道 你最害怕的就是过年的时候 就是你一定会遇到那种逼婚的情况 就是我妈是那种很特别的逼婚方式 她会在回家以后突然吃着吃饭停下来 开始打量我 然后看了一会儿以后突然过来拍摆我的头 跟我说杨丽,杨丽,杨丽,你可以的 我第一次觉得有的时候鼓励的话 比脏话难听多了 而且不光父母,所有人都不会放过你 连我弟都不会放过我 你知道今天过年回家的时候 我弟突然看着我一本正经 他说姐,这么多年了 你为啥不找个男朋友啊 我说,那你为啥不上清华呀 是因为不喜欢吗 何必呢 谈恋爱真的太难了 就是比上清华还难 第一点最难的就是 你一定要放低你的标准 就是我作为一个待身很久的人 我经常绝望地发现 那些比我优秀很多的女生 他们的男朋友 我竟然都看不上 就是 我一下就知道问题出在哪儿了 你知道吧 就那种好比说人家国际一线大品牌 都跳楼大甩卖了 我一个三线普通小品牌 还要逆势涨价 然后对人家要求还很高 还说你不要光看外表啊 来来来,你了解一下我的创作理念啊 而且我跟你说 一定要放低标准 我跟你说 现在来说 要歌员来的话 谢谢脱口秀演员 你知道 我一个也看不上 你知道 但现在的话 我觉得除了CY都行 调玩笑的啊 有点夸张的你知道 CY也行 四个人都行 第二点很难的就是 你一定要学会装傻 就一定要学会装傻 就是不管他跟你说什么 你都假装听不懂 你都瞪大脸就问他说 傻意思啊 互联网 傻意思啊 这样很快你知道 你就会步入婚姻的殿堂了 你知道 还有一点很难就是 当你们在一起以后 当他深情的叫你宝宝的时候 你一定要忍住那股恶心 你知道 就是 怎么了 叫什么宝宝 大家都是成年人 彼此放尊重一些 不好吗 就是这样的人 等你们年纪大了怎么办 你们能想象 余老师被叫宝宝吗 他老婆一见到他 宝宝 又抽烟呢 真的就是恋爱中 尤其是最开始的时候 是不能展示轻易的自己的 我展示过 结果 单身到现在了 你知道 就是 那是我上初中的时候 有一天晚自习 你知道 我正在和我喜欢的男生 一起愉快地嬉戏打闹 你知道 并且时不时发出一些 引领般的笑声 然后正在这个时候 我就越来越兴奋 我就开始 特别大力地晃动我的身体 然后这个时候就出现了意外 就是我发现一股气体 你知道 就是 从我的肠道里 跑了出来 你知道 而且它还不是那种 特别低调的气体 它是很高调的 它在出来的同时 还要向世界大声地宣布 说 我放出来了 我跟你说 宣布的声音之大 都盖过了我们 引领般的笑声 当时 我方圆周围十个人 全都安静了 我当时看着 那个男生的表情 我就知道 我的初恋 结束了 真的 我真的有很多毛病 就如果我真的 做自己的话 别说谈恋爱 我连节目都上不了 你们知道 我第一次录完节目以后 答案座给我的反馈是啥吗 他跟我说 最好 不要在镜头面前挖鼻孔 我当时想说 一天了 你们从早拍到晚 谁能保证一天不挖鼻孔 他说 除了你 都能 你控制一下 这样播出不好 我说 你播呗 说不定播出以后 会有观众觉得 这个女的手长得挺好看的 有一种 让人无法忽略的美呢 然后他说 如果你真的控制不住 特别想挖的话 你可以这样 你可以这样挖 你知道吗 我发想说 这个好 这有点太像敬酒了吧 你知道吗 感觉可以说来走一个 那种 就是不好吧 但一下我就理解了艺人 就是当公众人物 真的很难 就好像你成为了公众人物 你就有义务 把自己那种又真实 又丑陋的一面 隐藏起来 你知道吗 就是我觉得 他们面临的问题 可能跟我是一样的 就比如说我吧 我的问题就是 我明明想这样 你知道吧 但是我却只能这样 你知道吗 就像有一些 少年偶像组合的成员 你知道吧 他们平时呢 在镜头前 左手右手的 都要慢动作的 放在这边是吧 但他私下里的时候 其实最想放的是在这儿 所以我就觉得 就是有些事情 还是很正常的 人家好不容易隐藏起来的 我们就不要挖了 就是都经不起挖 你知道如果说 你真的看到他挖 不是 你真的看到他干嘛了的话 别说是拍到 你既然亲眼见到了 你也不要有太大的反应 我觉得很丢脸 像没见过世面似的 你就淡淡地 像他女朋友一样 问他一句 宝宝 又抽烟呢 好 谢谢 好 喜欢杨丽的观众朋友们 不要忘了投票 三 二 一 请锁票 我看余老师是在讽刺你的 那个段落就拍个灯 不但是因为这个 我想问问 你表演脱口就有多长时间 从开始上台应该有 快两年了吧 17年5月底上的台 其实我想说 我又发现了一个 女的技巧性选手 她能在她的表演中 强调她的包袱 这种节奏和这种重点的 这个就是重音的突出 包括从表演上强化 给观众这种感觉 是技巧 今天的她所得到的效果 少说有60% 是靠这个技巧得来的 我也没看过她太多的作品 不是这种录像的环境 她在舞台上可能效果要超出 今天很多 是的 我可以作证 也没有 也没有 不要再提高她们的预期了 我已经很吃力了 好 谢谢杨丽 谢谢 比想象的好多了 我回来了 我回来了 我的妈呀 可以的 可以的 效果不是挺好的吗 不是啊 欣姐为啥拍的灯啊 刚才我听她表述 整个一大段的时候 我就觉得现在的女生 其实想的就是这样 我经常就是因为困 我录节目就打哈欠 然后我就跟导演说 那一天谁能挺得住 导演说大家都能挺得住 只有你挺不住 所以我就特别有 那个感同身受的感觉 还有她就讲到说 恋爱中的人设 那天我们俩也在聊 说恋爱中你要立人设吗 小童先来回答 我觉得恋爱真的不需要人设 在朋友和在自己最爱的人身上 一定要把自己最真实的 一面展现出来 就算是在录节目 就算被骂 就算有点过于真实 好 我们看到 你看这个就女艺人 不知道有镜头的时候 看 注意 看那个姿态 看那个姿态 马上又回来了 跟她 跟她刚刚讲的段子特别合 除了没玩鼻孔 我家就是农村的嘛 然后就是在村里 我们家到现在都无法收快递 我在蒋头就之前 做过好多工作 我最开始是做设计的 做设计我就是完不成 做产物 做了一年以后 我就觉得很无聊 我又不做了 我就是很容易觉得 这份工作不行 但这个我就干了有两年了 还觉得很好 我不喜欢为难自己 就是任何我做不好的事 我可能就不做了 我到现在为止 我还是觉得 我做得挺好的 教了教你可以的 让我们欢迎杨丽 大家好 我叫杨丽 然后 今天的主题是 要做生活的甲方 真的很鸡汤 就感觉是导演组 从某个公众行文章上 摘抄下来的 就是那种 要做生活的甲方 要做情绪的主人 这种 就是一些美好的愿望 但这句话 就让我想起 我妈常说的一句口头禅 我妈是养猪的 养猪养了十几年了 所以我妈的口头禅 跟别人不太一样 她不是说什么 爱拼才会赢啊 努力就会有收获啊 我妈的口头禅是 这人哪 就跟猪一样 你知道 我第一次听到 这句话的时候 我才十几岁 然后 我当时都特别不明白 我说 为啥呀 为啥人就跟猪一样 人咋就跟猪一样了 我妈说 这你都听不懂 你真笨 笨的就跟猪一样 但是 明不明白 可以先放一边 这句话真的特别有用 你发现你要相信这句话 你的人生从此 不再拥有任何烦恼 前一阵 我爸 他有一个朋友去世了 然后很难过 就在那哭 然后我妈特别温柔 就过去安慰 她说 老杨啊 别哭了 别多想 这人哪 就跟猪一样 你知道我爸那个脸色 就跟猪肝一样 但是 但是其实你不能怪我妈 因为他本身就是这么强悍的人 你知道吗 可能是跟他做养殖有关 可能时间长了就会对生命变得比较麻木 你知道 就是 他手上有一个特别深的疤 但不是什么割腕留下的 是他几年前的时候 有一次在给猪做烟割的时候 然后有一只猪 不知道为什么就拼命地反抗 不知道为啥 可能想做生活的甲方吧 突然 然后就拼命地反抗 然后就把那个刀子踢偏了 然后我妈就割伤了 留下了一条疤 你看这个故事 你猛一听完 你都不知道我妈和猪 到底谁更值得同情一点 就到现在了 我妈咽住这件事 还是亲力亲为 我有的时候看到她在那咔咔 我都觉得 说什么金国英雄 让雄性黯然失色 我妈让雄性 不再是雄性 我妈是那种 就一心都铺在她的工作上 导致她有点忽略我们的感受了 然后很过分 因为她是这样 她养猪养得特别好 所以就会导致我们村 谁家猪生病了 都会来找她 来探讨病情 但是经常是在吃饭的时候 你知道吗 然后吃着吃着 你就看见一个标形大汗 推门就进来了 特别焦急 说嫂子 我跟你说 我家猪又拉稀了 她给我吃饭呢 再也不算过分 最过分的是 我妈这个时候 会问出我童年中 噩梦般的一句话 她会特别胸有重铸地说一句 拉啥样的 然后 然后那个人就开始一顿描述 你知道吗 也说不清楚 就在那 挺稀的 但是也没那么稀 就是那种混合 你知道吗 这个时候 我就会把我的粥端过去 我就说 别说了 是不是这样的 别绕了 你别说吧 好吧 太狠了 就是真的很强悍她 而且我不知道就是 你们父母是怎么培养你的 我妈培养我的方式也很特别 你知道 我不知道你们在初中的时候 他们都给你报了什么兴趣班 但我上初中的时候 我妈非要教我如何给母猪接生 我说妈我不想学 她说你学一下吧 你看你长得这么普通 将来需要一门手艺 傍身的 所以 所以从那以后 你知道我每天晚上就很努力 你知道吧 努力学习母猪的产后护理 第二天上课特别没精神 老师说你这么没精神 你干啥去了 我说我去给母猪接生了 他说你咋不说 你去给恐龙复旦了呢 没有人相信你知道吗 主要是最残忍的是什么 就我当时十几岁 花样少女 每天就是想着谈恋爱的年纪 但我每天晚上 不是在给喜欢的男生写情书 而是在给猪剪期待 同时剪断的 还有我对爱情的期待 真的 有的时候你知道 你还会一边剪一边念的 就像你们那种摘玫瑰花瓣一样 我就是摘猪 你知道吗 就生一个就 他爱我 他不爱我 他爱我 他不爱我 诶 怎么不生了 快加油 再生一个 再生一个 他就爱我了 yes 生了 我就知道 他肯定爱我 爱我这个真正的猪猪女孩 就是你知道 你也很无奈 你也没法怪我 因为我妈真的就是这样的人 就是 她 她这样 尤其是跟我爸相比 就在我们家是这样 我们家的分工是这样 我妈 要负责做很多事情 就你肉眼所看到的家务 都是她做 比如说洗衣 做饭 养猪 养孩子 还有抽时间和我奶奶吵架 你知道吗 就是 我爸只需要做一件事 就是做自己 就每天啥也不干 一有空就坐在沙发上 做自己 那怕你做自己 你咋不去搞说唱呢 我妈 我妈就是 连电汉都精通 我爸连猪圈都不进 你知道吗 她也有理由 说自己天天在外边跑 身上有细菌 会传染给猪 你听听 她怕传染给猪 都不怕传染给我妈 因为她知道 我妈真的特别强悍 然后 我妈现在也60多了 我平时很少跟她聊天 但是只有当我特别 焦虑的时候 会跟她聊一聊 比如说前一阵 我们就聊到 我就说我很想生孩子 但我特别怕 照顾不好他们 然后我妈听完就说 没事 你生完交给我 我喂猪的空隙 就帮你喂了 真的 特别爱惜 就是 你们眼看出来 我就是那种 会莫名其妙焦虑的人 我有很多 莫名其妙的事情 比如说我现在 连男朋友都没有 我就开始担心孩子了 你知道吗 急得都不顾流程了 我就很佩服我妈 我觉得我就这样不好 我就是太希望 什么事情都掌握在自己手里了 我觉得这样不好 我以后改 你知道吧 我向我妈学习 我觉得生活一切就随她去吧 我不想做生活的甲方了 你知道吗 我只想做一个 简单快乐的 猪猪女孩 好 谢谢 大家好 我是杨丽 还是受影响了 受影响 就是 都在录节目嘛 然后 真的是很不适应 你知道吗 最不适应的就是化妆 尤其是我们女生 化妆时间又长 你知道吗 每次都化两个多小时 你觉得我 我平时就化十分钟 我就出门了 所以我现在化妆 我连坐都坐不住 你知道吧 我平时在家 我都是坐一会儿 躺一会儿 劳逸结合那种 就是 这种强度 我真的受不了 就两个小时 我都有一点理解了 为什么有一些女艺人 显得那么没有文化 天天这么化妆 哪有时间学文化 而且 你知道我认识的 有文化的 最有名的那个 脱游秀男演员 你感觉她每天 清醒的时间 都不到俩小时 最可气的是啥 就是我坐半天 化完出来的这些男演员 见到我第一句 不是你真好看 而是你化妆了 我想请问 有哪个女生化妆 就是为了让你看出 她化妆了 你疯了 你知道正常的流程 应该是我一出来 然后你们就说 你今天真好看 然后由我来说 那是因为我化妆了 但是现在我一出来 你们就说 你今天化妆了 那我咋办 我只能说 对 我今天真好看呀 你知道我长相 虽然不丑 但是 怎么了 你知道 但是我从来没有想过 我能当艺人 就在我的印象里 都是那种 长得特别好看的人 才能表演 你知道吧 我唯一一个 跟表演有关的梦想 就是我想当演唱会 后边那个半唱的 就是当那个主角 站在舞台的中间 然后各种灯光 华服打在她身上 然后各种辉煌 然后我就站在黑暗中 穿一条黑色的裙子 一直这样 然后当那个主角 唱累了的时候 我就在旁边 我觉得 我觉得这个挺好 这个看起来 工作量也不大 对吧 就是 但后来也没做成 你知道吧 因为我长相 虽然过关了 但是我五音不全 我从小就知道 我长的是那种 很普通的人 你知道 在我小学四年级的时候 我喜欢上我班 一个男生 我特别喜欢他 正在我鼓足勇气 要跟他告白的时候 我的好朋友 来到家告诉我 他说 杨丽你知道吗 你暗恋的那个谁谁谁 和咱们班花好了 你知道当时 我特别难过 我想说 咱们班花 不是我吗 你们能体会我那种难过吗 我当时觉得 不可能啊 我就是我们 长得最好看的呀 我妈就这么跟我说的 我妈妈 不可能骗我呀 你知道 就是 长相普通的女生 有一个共同的爱好 就是我们都爱看偶像剧 因为偶像剧 会让我们变得很自信 就这种剧看多了 导致我在那种 长得很好看的女生面前 都有一种莫名其妙的自信 你知道吗 我都说 你有什么好骄傲的 你不过就是个配角而已 我才是故事的主角 你知道吧 因为我跟偶像剧里的主角 一模一样 不仅长相平凡 而且脑子还不好使呢 你知道他最爱人的是 他会灌输给你一种 很奇妙的价值观 然后我从小就觉得 一个女生 要是想嫁给白马王子 走上人生巅峰 拥有幸福生活 不用掌握任何生存技能 这样善良就好 我跟你说 我超善良 到现在 剃了头就能出家了 而且 而且善良可能 对你的生活有很多帮助 但是对你的择偶 没有任何帮助 你知道吗 因为你没看过一个女生 在夜店你知道吧 跳着跳着舞 然后一个帅哥走过去 她就说 我去 今天 我一定要让她见识一下 我的善良 乱扔垃圾 没有任何作用 而且随着越长大 我们对外貌的焦虑 越来越重 有一阵 我每天出门 都要带一本书 不是为了看 就是为了显得 我与众不同 尤其是坐地铁的时候 你坐着坐着 然后就一堆女的 就进来了 长得特别好看 腿也好看 脸也好看 头发也好看 哪都好看 但这个时候 我一点都不慌 我就拿出我的书 站在他们中间 心里充满了自信 想说 你们虽然长得好看 但是我拥有灵魂 真的 而且你就觉得 我是不是做什么 都是为了取悦别人 而且现在有些 男的也这么想 你知道吧 我有一个朋友 男生 他有一天跟我说 说杨丽 为啥我从来没有嫌弃过 我女朋友胖 她依然要减肥 我说 是因为你女朋友减肥 不是为了取悦你啊 你朋友减肥 是为了换了你 你以为减肥很简单吗 你知道我们女生 站到跑步机上 那一刻就觉得 今天的运动量 好像够了吧 再动可就要出汗了 妆就花了 她为什么要减肥 她一定是晚上的时候 睡不着觉 你知道吧 看了旁边的你一眼 更睡不着了 像说 我的人生 为什么会落到这步田地 我到底哪一步走错了 我真的得赶紧减肥了 要不然最后 真的要嫁给她了 我真正开始 有一点自信以后 是我开始说脱口秀以后 我觉得我长得挺好的 但是我不是说 她们长得难看 我的意思是说 我的长相 是那种 你知道刚刚好 不会被别人 忽略我才华的程度 尤其我是做喜剧的 我不能再好看了 你知道再好看 我就不好笑了 现在就有些过分了 我觉得 就是有些限制我 所以我现在 就满意 我没事就对着镜子 端详我自己 我想说 长得这么普通 真好 这要是长得 无心那么好看 这辈子不就毁了吗 然后现在我就是 从事脱口秀嘛 然后就做演出 总站在台上 你知道吧 我有的时候就觉得 可能偶像剧里 不像我想的那样 全是骗人的 你知道吧 也许长得普通 真的不能嫁给 白马王子 但是长得普通 可能真的 也能当主角 你知道吧 哪怕只有几分钟 好 谢谢大家 谢谢杨丽 让我们欢迎杨丽 加油 谢谢 感觉今天上场之前 是编导和主持人 对我联合的羞辱 你知道吗 对 其实我不紧张了 因为我已经放弃了 你知道吗 我已经打算收拾东西 回家了 我觉得老家挺好的 大城市太累了 对 大家好 我是杨丽 然后 我又来了 我最近 整个人产生了一些变化 你知道 我现在越来越喜欢孩子了 就是 我现在竟然会喜欢孩子喜欢到 在地铁上 主动给他们让座的程度 我当时 杨丽 你是天使吗 你知道原来一定也不会有这种情况 原来在地铁上 我就没见过孩子 你知道吗 因为孩子上来的时候 我都正好在睡觉 你就不知道为什么就是困 如果有人叫醒我的话 就说 你好 你能给这个小朋友让个座吗 我就会对那个孩子说 你已经是个大人了 要学会自己承担生活的苦与乐 你摔就摔 不要喊啊 公共场合 不要大声喧哗 但现在我就不 现在我见到一个孩子 我就很激动 我就恨不得主动上前说 小朋友 阿姨这儿有个座 你要不要啊 不要啊 那阿姨 这儿还有个阿姨 你要不要啊 就很喜欢孩子 你知道吗 更夸张的是 我前几天在坐火车的时候 我在火车上碰到一个小女孩 你知道吗 那个小女孩全程 我跟你说 五个小时 我竟然没有一次产生那种 想殴打她的冲动 我真的是变了 那个小女孩 一直全程一直在跑 然后跑 跳各种唱歌 跳舞 穿上公主群 还会转圈圈 你知道吗 路过我的时候 还会看我一眼 好像在说 你看我年轻吗 你看你这么大年龙了还单身 你这辈子还有机会 生我这么可爱的孩子吗 但是 你知道我依然觉得 她好可爱 好想生她呀 让我生她好不好 我都不明白 就我为啥这么喜欢孩子 跟喝多了似的 难道是喝了 让你懂生活 更快的老村长久 看啥都挺快乐 是吧 但不是 是因为 好像是随着年龄的增大 我的母性被唤醒了 就是 随着年龄的增大 你越来越喜欢孩子 但是随着年龄的增大 你也越来越不相信男人 就是很矛盾 小的时候 一般是你最想嫁人的时候 但是年龄不到 一般都是上高中的时候 你就会产生那种 好想嫁给她的冲动 那一般对方都是那种 爱打架刀屋的小混混 就是你以为她这一生 都将这样叱咤风云下去 结果高中还没毕业 就收到了法律的制裁 等过几十年 你再见到她的时候 你就会明白 你这一生啊 就是被法定结婚年龄 给救了 就是 就是 就觉得越长大越恐婚 跟电视剧脸的都不一样 我相信 就是电视剧里经常出现一些情节 就女的 经常问一个男的 你到底什么时候娶我 你是不是没打算娶我 你就感觉女的都好爱结婚呢 或者是一个女的被求婚了 就很激动 很惊讶 就会这样 就那个惊讶的程度 感觉她不认识这个人 你知道吗 就是 她走着走着 突然一个陌生人出来 非要娶她那种 但是在现实生活中 我没有见过我一个朋友 被求婚那么惊讶 我的朋友 如果他们 男朋友突然变得鬼鬼祟祟的话 他们都会开始变得特别紧张 就想说 不是要求婚了吧 然后千万不要 千万不要 千万不要 只是劈腿了呀 吓死我 你知道在一场求婚里 真正开心的 只有路人 因为跟他们没有关系 他就没有任何心理压力 有些人也不知道为什么闲 这么闲 然后在街上 看到有人求婚 就会停下来 就不走了 然后他根本就不了解 这个男的是什么样的人 他就会不负责任地鼓励你 嫁给他 就在旁边那样 嫁给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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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那个女的说 但是他有的时候喝多了 会打我 你知道吧 嫁给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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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女生也没有那么爱结婚 你想结婚 对我们有啥好处 你想一下 你还是要继续工作 对吧 然后你还要承担更多的家务 可能比原来 而且运气不好的话 还可能遇上家庭暴力 然后到时候吧 你打也打不过他 想要离婚吧 还有一堆人 劝你为了孩子 忍一忍 就感觉跟 劝别人结婚的是 一拨人 如果这样的话 你下次再看到 别人结婚 你也不要喊什么 嫁给他 你就直接喊 忍一忍 一步到位 你就在那 忍一忍 忍一忍 为了孩子 忍一忍 女生谈恋爱 一定要谨慎 因为可能谈恋爱 对我们来说 都是一件很危险的事 尤其是分手的时候 我就看过那种新闻 就是说 一对情侣 女生要分手 男生不同意 然后不开心 不愿意 不甘心 最后怎么办 把女生从楼上 推下去了 所以我谈恋爱的时候 我跟你说 我从来不去高的地方 觉得很危险 男朋友跟我说 今天晚上上天台 看流星啊 我就说 看流星可以 上天台就 没有这个必要了吧 他说 那你说去哪 我觉得 这个地下室就不错 就是在这种情况下 是不是女的 更有理由恐婚 男的凭什么恐婚 对吧 你想离婚的时候 起码还能离 一个女的要想纠缠你 能怎么样 她做不了什么 她无非就是哭 闹 或者是给你生个孩子 对吧 都是一些 微不知道的小事嘛 而且有了孩子以后 也是对你有利的呀 因为你就不用对她好了 因为不管你怎么对她 她都得为了孩子 忍一忍 好 谢谢大家 我是杨丽 谢谢杨丽 是杨丽